Let's go 就读基隆中心国小 抱回法国跟韩国国际霹雳舞大赛冠军的街舞神童林里娜娜娜 和舞团大跳霹雳舞 为市府打造的这个街舞空间揭开序幕 有没有镜子有没有差 有 怎么说呢 因为这样可能看到自己跳舞是标准 这不标准 灯光呢 灯光哦 对啊 真的不要浪静 不要太暗 不要太暗 为什么我要把基隆的这个街舞空间 取名叫做Nana Plaza 或者是Nana街舞空间 我希望以后在Google Map上面 就要能够这样子取名 那大家刚刚也看到他对于的这种 霹雳舞的这种专业跟努力 是不是再热烈的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市长 市长谢果良说这个街舞空间正式冠名为Nana Plaza 希望鼓励更多青少年 像林里娜Nana一样朝梦想前进 中华民国霹雳舞协会 荣誉理事长联盛文也受邀参加冠名节目活动 并跟Nana一起大秀霹雳舞 现场响起欢呼声 推动这个霹雳舞这个体育活动的时候 其实最头痛的事情就是没有空间 那不是只有比赛没有空间 连练起都没有空间 这是最头痛的地方 所以从至少从霹雳舞开始纳入奥运以来 很多的这些民间的团体 就一直在跟政府部门协商 就说能不能把一个公共空间开放出来 让大家至少有个练习的地方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市长是有 听到这个很多年年轻人的诉求 所以建计旅行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让至少让基隆甚至周遭的这个 乡镇的一些对这个体育活动有兴趣的朋友 至少可以在这里 这个空间可以来练习来比赛 我觉得这是一件第一很有效率 我觉得这真的也帮了很多人的忙 其实这么多年来 基隆市也没有一个同学们孩子们 可以有个镜子可以插电 然后甚至有一个异象的跳舞的空间 希望以后越做越好 你可以成为北台湾青年朋友的街舞空间 所以我跟徐站长一起努力 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会坐火车 所以说到南站这边来 但是不是去哪里 就是要来你这个街舞空间 非常感谢我们谢国阳的谢市长 那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的活动 都非常的赞扬 而且还有非常的支持 而且投入了非常多社会的资源 来帮忙我们年轻人圆梦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基隆 虽然是一个旅都的城市 但是我相信 未来也带来了非常多青春的信息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感谢 产发处处长林鼎超 带领团队用心打造 这处嘻哈风格的街舞空间 除了提供基隆的青少年朋友 来练舞之外 也期许将来能成为 北台湾青少年的街舞基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